假型H1N1型流感引发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的外交风波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及其外长 针对中国对海外墨西哥公民所采取的措施表达不满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声明 称有关的措施纯粹是卫生检疫措施 并非针对墨西哥的公民 与此同时中末两国政府也互派包机 接回滞留在对方的本国公民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星期二晚间一辆救护车停靠在香港围警酒店外 香港警方戴上了口罩在酒店外借户 医疗人员也穿戴好了防护装备 两名被隔离的墨西哥籍游客 身穿防护衣从酒店内走出 被接近了救护车内准备前往机场 假型H1N1流感引发了中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外交风波 周末两国在协商之后 同意互派专机接回本国国民 墨西哥专机首先接载了在上海的77人 在北京的8人和在广州的7人 再到香港接走12名墨西哥籍游客 其中包括4名被隔离者 专机在星期三载运着这12名墨西哥籍游客 离开香港返回墨西哥城 墨西哥政府抱怨中国对墨西哥公民 采取歧视性的措施 墨西哥官员表示 在这71名被中国政府隔离在医院和酒店的墨西哥籍游客当中 没有一个人有流感症状 其中大多数人也没有与感染者有过接触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发布声明表示 这纯粹是卫生检疫的措施 并非针对墨西哥公民 目前甲型H1N1流感波及到20国 全球感染人数达1600人 其中在墨西哥只有840名确诊的病例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另外美国联邦处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说 遭受重创的美国经济 很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走出深度衰退 但是经济复苏将是缓慢的 失业率也会进一步上升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消费者之初层现增长 房屋建筑业也出现了复苏迹象 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预测 经济衰退将要结束 我们继续期待经济活动指数降到最低点 然后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现好转 我们做出这样的预测的关键原因是 房屋市场已经开始趋于稳定 不过伯南克同时警告说 美国还面临着更困难的时期 即便是经济开始走上复苏之路 在一段时间之内 真实经济活动的增长率 很可能仍然低于长期的潜力 伯南克说美国的失业率 在经济恢复增长之后的几个月内 还可能继续上升 过去一年以来 美国失业率上升了三个百分点 他还警告说 如果重振美国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努力 遭受挫折 经济复苏可能会受到影响 星期四 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将公布 对美国一些大银行财务状况 进行的所谓压力测试的评估结果 伯南克拒绝对测试结果进行预测 但是他表示 对银行系统仍有严重担忧 全球信贷危机 使得一些大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受到影响 导致美国及世界很多国家陷入衰退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